几类相对的比较简单 第一类、第二类简单一点 第三类就有回圈 第四类的话等于是说 它会把这个1、2、3类等于是综合起来 这个多一个类 等于是说把这前面三类的东西全部都集结在一起 难度的话理论上应该会又会比较高一些些 第五类的话其实有点像是第四类 只是说它做完之后 它希望你把这个做完的这个程式 把它改成所谓的函数 画函数的就Function 这个Function我们前面有一题指数判断 有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如果你假设对于 就是怎么样把原来不具备有 那个这个传递参数的程式 转换成能够传递参数的函数的操作方式 假设你不太熟悉可以回头看一下 印象中好像在第几次上课吧 前面的应该我们那个值数判断 那个部分好像在第三次还是第四次里面 有提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可以再了解一下 另外当然我还是比较建议各位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彻底再深入了解 有关Python的相关其他的应用的话 其实第六到第九类 其实讲起来应该是属于在更进阶的相关功能 但只是说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当然如果说后面 假如大家的进度其实都比较快 或者是前面题目假设我们上 已经差不多上完了 那如果后面还有点时间的话 也许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些有关那个第六到第九类的相关的那个题目吧 也许大概抽个一题两题来讲一下 里面的话当然有哪一些比较重要 像第一这个第六类有关那个串列 这个List 前面有跟各位提到 List 其实就有点像什么 像那个Excel里面的这个什么清单 那个清单有点像Excel里面 反正你就是一个范围 里面就放资料 这个就是一个串列 那差别就是说在那个Python里面的那个串列 它是放在记忆体里面你看不到 但在Excel里面是储存格里面 你是看得到的 另外的话呢 它当然还有分所谓的一维 一维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栏位 一栏 那如果你有两栏 那就二维 甚至还有多栏 不过理论上一维二维 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点 当然最多是一维 一个串列就一维 OK 那这个串列呢 在那个Python里面 其实相当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放资料理论上不会只有一个 通常会是一串资料 比如说你如果资料 从资料库来的话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一定是一串 那你如果一串资料的话 你该放哪里呢 如果你假设 放变数 单单像放一个 数字变数也好 或者放不下 那怎么办 通常 会用到像List 这样的一个资料形态 其他的话除了说串列之外 还有像宿主 Tuple 这个Tuple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维读的List 什么叫维读的 就是说它只能读取 不能写入 所以其实这两个基本上是很像的 那差别是这个里面不能变更里面的资料 好处就是执行效率会比较高 不过差异性说真的啦 不那么大 两个基本上很像 就差异功能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想记那么多 其实你全部都用List 可不可以 当然也OK啊 OK 那另外还有集合 这SET 这个SET跟List也很像 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说呢 这个List里面的资料可能会有重复的 但是如果你用SET的话 它这个清单里面 是不会有重复资料的 所以SET有这个特性 所以也就是假如 你如果说想要得到一个不重复的资料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资料 把一个List的资料放在SET里面 它就不会 就是会抓出重复的资料了 OK 比如说像什么 那个模拟大乐透开奖好了 那比如说大乐透的规则是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7个号码 那假如说像我们之前用Random 乱数跑出7个号码好了 可是有可能的状况就是 那如果里面的号码重复的话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有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你跑一个回圈 然后互相比较一下 那如果有重复的数字那怎么办 那就重跑一下Random 但有个缺点就是效率很不好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 你干脆把这个串列怎么样 放在那个SET里面 它马上就会把什么 把那个重复的资料 把它这个去掉 那也就是说如果里面有重复资料 那它总共的长度就会缺1缺2 就是会少啦 如果有少的话 那意思是有重复资料 那怎么办 重跑一下 直到呢 资料里面没少 那表示没有重复资料 OK大概是这样 其他还有常用像词典 它叫Dictionary 那顾名思义 词典的话不外乎就是什么 中翻、音、音翻 就有两个栏位 那你其实可以看成什么呢? 看成两栏式的串列 那一栏就是所谓的key key一般我们可以理解叫编号 然后一栏叫value 就是它的资料 key value 这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把这个Dictionary 想象成两栏式的串列 另外第二个的话 它这个Dictionary 跟SET很像 就是也没有重复资料 这个跟资料库概念也蛮像的 就是如果key 也就是那个key的那个编号 绝对不会重复 大概会有这几个特性 所以你会发现 第6跟第7类的难度 跟1到5类比起来的话 那简直又另外一个level了 ok所以 不过说实在你 假设将来跟资料库 或者是跟那个外部的资料 像资料库 或者网页上的资料 等等的 你要相衔接的话 还是需要学会第6跟第7 那这个字串的 字串我想我们前面做过 有关相关文字 只是说它里面会用到有关 那个字串相关的函数 那另外就档案 给它有异常处理 比如说有一些 像前面有同学提到 有关就是输入防呆的部分 那当然你可以 透过它有个叫try try except 就是exception 就是有一个异常处理 那这个也都是它会考到的 那如果 当然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也许可以把前面稍微了解之后 也许延伸到第6 如果你这9类 总共90题都能够熟悉的话 我想你python 基本上也有一定的功力 那你将来要想要再去做其他的应用 相对的也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OK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按部就班再来看 那回到刚刚提到的 那个第210 三角形判断这一题 首先的话 一样 题目里面它要求是 当然第一个你要知道输入什么 输入的话呢 就是输入三个正整数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如果我有第一个讯息 其实我就可以开始写了 所以以后 那你题目啊 不见得一定要从头 把它 这个把它存档一下 这个也许把它存成A208好了 OK 那一样的话 我们开一个新的文件 OK 然后把上面的注解delete掉吧 那习惯我是Ctrl加 把这个字放大一下 那如果说我有三个input的话 那它有点像写个固定公式 A等于什么呢 input input 然后刮虎嘛 然后外面的话呢 因为它input一定是个文字 所以我们把它转成什么呢 转成一个数字 那用最保险的方式就是EVO好了 那应该有三个 那我就第一个是A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就是B好了 那第三个的话呢 那我就是C好了 所以A B C 那也就是A B C 刚好是 这个三边 习惯是 选取Ctrl鍵拖拉 那就会 等于是复制贴上 那我们有三边 那一个三角形的三边 理论上呢 它说如果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话呢 那会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检查的方式 就是任两边的边长总和 这个怎么样呢 总和一定必须要大于第三边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任两边的边长 其中两边的边长 如果小于第三边的话 那表示说呢 那它应该就不会 不是一个三角形的 因为你三角形怎么样画 你都不可能说 比如说两边的 假设两边的边长 比如说像这个好了 5 然后6的话 那13 13的这个长度 理论上这个边长 如果是13的话 基本上无法构成一个三角形 因为你怎么画都 这个距离绝对放不下13 OK 所以它假设两边相加的结果 小于第三边 那表示它不是一个三角形 那如果是的话呢 好像这个底下 那我们就把它的什么呢 把它的这个三角形的周长 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 第一个先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三角形 OK 如果是的话呢 就把边长加起来 所以哦 基本上 所以这里的话 理论上就是 2跟force的两重判断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 基本上第一个当然输入 第二个的话就是做判断 所以呢 我们后面就if if什么呢 那两边的边长 如果相加之后 是不是大于 这个大于第三边 OK 如果是的话 表示它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们的 当然理论上三边嘛 那三边的话 我们其实逻辑很简单 就有点像之前 我们那个做 那个什么 剪刀舌布那种逻辑一样 OK 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a加上b的话 记得先把a跟b相加了 其实先刮斧 刮斧大于c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 如果a加b大于c的话 那表示它 应该就是一个三角形 那第二种可能性的话 and 所以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 a加c 一样嘛 先加完之后再比较 然后呢 如果大于b的话 这个也会是一个三角形 那第三种可能性的话 就是b加上c ok 然后呢 再来这个 大于a的话 ok 然后呢 执行的话 执行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三个 你这边少个and ok and 认两边的边长大于第三边 所以 会有 变成你要比 就必须要比三个 ok 那三个都比完之后 对 这三个比完之后 它确定是一个三角形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 就把它的三边的边长加起来 print出去 所以 print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把三边的边长相加之后 print 所以三边的边长就a加b加c ok 就是把三边的边长的周长 全部print 那反之的话呢 如果呢 上面的这个叙述里面 只要是其中有一个 不为true的时候 那表示它就没办法构成一个三角形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它print print的话呢 它就是要我们叫 把 这个叫invect 这个 这个把它做 做输出 所以输出的话就是要我们输出这个 这个讯息 所以你就照它要 输出的讯息 把它在print上面 把它加上去 ok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再来 假设程式写完之后 我检查一下 输入三个 没错 然后逻辑判断 没错 然后 如果这三个都为true的话 能够构成一个三角形 那就把三边边长相加做print 反之呢 就是把这个invect 这个把它做输出 所以呢 我们就是直接做执行 然后执行之后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拿那个 这个题目里面 这个叙述 以这个 比如说我输入5 6 13 OK 理论上应该跳这个结果 我们来试一下 5 6 5 Enter 6 Enter 13 Enter 因为呢 毕竟它这两边相加 它没有办法大于第三边 A加B 这个就不ok了 所以它理论上会跳这一个 我们来Enter一下 那没错 第一个ok 那在执行的话呢 再来就是1 1 也就三边都1的话 那得到的结果就是3 那也没错 OK 所以如果假设啦 你写完成式之后 那也利用呢 它给的那个 这个这个输入输出 你run一下 那假如run的结果 理论上应该 结果ok的话 那 理论上呢 这一题就算 得分了 OK 最后呢 记得把它存档 那因为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它这个考试呢 是采那个就是 云端直接 月券批改 就是用电脑批 就是月券的 所以你只要存档之后 把它上传到 这个云端的伺服器的话 它就马上帮你检查 ok 如果这一题对的话 那你就拿 拿这个分数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210部分呢 先试着完成 那如果210完成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302题 这三个小时 j后 这三个小时 到下为410分的 这三个小时 就是 我们先试一下 那是 到这三个小时 就是 你先试一下 好